告诉你 特朗普的滑铁路 马上就要来了 也许你认为我是危言耸听 特朗普滑铁路滑的滑的 现在两年也没滑到 而且中级选举还上去 我跟你说这次 说不定今年2019年上半年 他真的会遇到一个 所谓的滑铁路 什么回事呢 先看 我们先不说什么联邦政府关门 最近联邦政府 现在雇员们对他意见大得很的 先说一眼新门 一眼新门不是以前他那个 我们先确认先衍生 这两人的衍生挺有意思 咱们网友说确认眼神 以前曾经说过 马蒂斯的眼神 跟他是不再相见了 现在他的前律师科恩 已经被判三年了 现在关键是2月7号 他要正式到美国国会 去听证了 要陈词 大家知道美国国会 现在正在 一是民主党占了上风 第二民主党现在正在 跟特朗普闹得不可开交 2月7号科恩在去听证的话 他不是给民主党送子弹去吗 好 现在在这么一种 内外交控的情况下 特朗普说 No I'm not going to Davos 我现在达沃斯那边 我就不去了 所以不去也好 安心在家处理事 希望以后永远不要再去了 因为不当美国总统 还去个鬼啊 对不对 好 咱们这个事 咱们就说到这了 同时他不叫赵强吗 这几年赵强呢 他一方面还到美墨边境去 告诉记者们 你看看 这问题很严重 对不对 I say that That's true what I said 然后关键是这墙 第一要花57亿美元 第二要花10年的时间 你说花的是谁的钱 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现在美国联邦政府 这次关门啊 恐怕是摇摇无期的 现在关了20天了 再关20天 恐怕民怨就沸腾了 再关40天 恐怕他的位置 就真的是保不住了 所以现在 美联署的主席 鲍威尔自己也说了 他说如果再自己关下去啊 对美国经济 都会雪上架 我说我会让你来看